今天要來帶大家去 紐西蘭最美的峽灣 Milford Sound 我们从地亚脑前往米佛峽湾 约有121公里的路程 而前往米佛峽湾 只有一条公路 就是94号公路 它被誉为 纽西兰最美的公路 也因此旅客量非常的大 建议大家可以提早出发 才能欣赏沿路的美景 抵达94号公路的终点后 需要把车停在附近的停车场 再搭乘这里的接驳车 前往游客中心 现在来到Milford Sound的一个 就是Rio Journey的 就是搭船的一个中心 然后我们刚刚从KK Day里面的 那个铺银已经订了 这是了Milford Sound 想要弯的行程 然后我们先到 看到Rio Journey 然后我们换完票之后 然后就可以去打船 米佛峽湾是位于 纽西兰南岛的西南部 是在峽湾国家公园内的 一处冰河地形 在1990年的时候 被列入为世界遗产 在这里游玩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搭船 去欣赏整个米佛峽湾 如果你有非常多的预算 我建议你可以去搭直升机 那个feel绝对是无法比拟的 换好票之后 马上就要去搭船啰 没想到我们搭乘的船 是非常的大 很大一艘船 好豪华喔 我们还在上面呢 feel好像更好 每一面可以加 每一面是可以去镜面 每一面我们要买 的 美北的咖啡嗎 可以加美北咖啡更长 美北咖啡更长 整个行程 大家可以呆在甲板上 也可以呆在船内 我想来到二楼 三楼 不过 都来到这里了 当然要呆在甲板上 这个行程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有語言的障礙 因為整個行程的中間 他們會用各種語言 來廣播介紹 迷佛夏腕 幸運的我們 早上的下雨 居然在我們搭船之後 就停了 如大家所說 這裡非常容易 雲霧繚繞在 夏腕的山腰上 隨著時間 陽光也逐漸灑下 果然被列入為八大世界奇觀 看來 真的不是浪德虛敏 建議大家 除了穿上防風防雨的外套之外 可以再戴上一件輕便的雨衣 準備要給瀑布淋個一身絲喔 我們要進入瀑布了 大家說一下心得 耶 媽媽 不要幫忙坐船 一定要往頭淋一下瀑布水 洗完澡然後切頭髮濕 我現在要靠岸去吃午餐了 這新生如何? 超好玩! 全身濕!全身濕! 一定要被瀑布淋! 一定要被瀑布淋! 又可以看到海豹 又可以有摩海公 又又又又又 超好玩 我們現在要坐街坡車回去吧 雖然米佛霞灣真的很先進 但因為這裡的住宿和物價都不便宜 所以我們沒有安排太多的時間在這裡 如果有想規劃在米佛霞灣的朋友 其實這裡也是蠻多不錯的步道哦 我們現在剛看完美佛霞灣 然後我們現在往回去 Crystal的路上 然後在一個一個Lake 叫Mirror Lake 定制湖 然後來這邊真的要穿長袖長褲 因為超多一個像小黑紋的東西 超容易咬人的 超煩的 好可愛哦 好可愛哦 有人要在公文西訓練 有點哇哇哇 哇哇 哇 看你輸了 看一看 歡迎來到我們泰魯格國家公園 然後我們這裡就是 特殊的魚種 就是櫻花溝文龜 它會在8度C以下的那個溪水上 好的那我們現在再檢視一下 它的兩個眼睛呢 裡面就是有黑眼珠跟白眼球 然後其他的畫紋就是有櫻花溝文龜 這是紐西蘭曼 你不要停它亂動 紐西蘭有一種蟲長得很像果蠅 但千萬不要被它的長相給騙人 它叫沙影 被咬到還會非常非常的癢 而且還會很腫 甚至很久才會消失 這裡真的太多小黑紋 太多小蚊子了 你看 他們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 千萬快停 地圖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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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什麼 要紅豆 那結束完這裡呢 我們終於要前往 我們超級期待的 極限運動天堂 Chris Town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這麼大隻的粉不屁 變態大師 又在拍什麼隨隨隨的腳了 你看變態大師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換了一個 換誰啦 我這個實際比較吵一點啦 大家非常的緊張 緊張 全部人都不敢跳舞了 我現在 我開車是用講話來還寫我的 這個實際上 有一個人完全不緊張 然後剩下的人超級緊張 車窗車的感覺 爽啊 哈哈哈哈 劉希還在騎車 我沒有開得慢 八十耶 哈哈哈哈 好不然我開車九十 不用不用了 不要 我開車九十了 真的嗎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視頻這麼緊張 哈哈哈哈 我好白癡喔 今天我們要住一個很美很美的露營區 它在一個群山環繞的谷地裡面 旁邊還有湖井的一棒 叫做莫克雷 趕快 ここ 在耍 人情 你可以 也是很有個性 我心裡 ти這樣 趴 الر 了 經過幾番打鬥之後 準備要開始我們今天的晚餐 哦啊有哦是不是 然後在湖井旁邊邊看電影邊享用晚餐 有趣的是連鴨子都聞到我們的香味 都跑過來湊熱鬧了 旅行中還有另外一種樂趣 就是遇到各個國家的人 我們用餐用到一半 一個德國的家庭來分送他們的食物 因為今天是他們在紐西蘭的最後一天 他們決定把剩下的食物送給有需要的旅人 反而讓這段過程意外的很歡樂 好,你得到 你喜歡牛奶嗎? 當然,謝謝你 我們有粉絲 好,謝謝 每天都很好 對,超完美的 超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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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有餐 OK OK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超完美的 這是什麼最好的給你 你會喜歡這個 什麼? 超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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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喔 超完美的 可以,煮麵可以 可以 可以 因為我剛剛選一 這煮麵超好 我直接趕快 超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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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這家德國家庭 讓我們今晚特別的歡樂 超完美的 我都可以釐一波這麼帥的 晚上就這樣在摸克雷 看了一場電影 今晚的銀河 還是這麼的美 隔天一早 天氣大好 一早醒來 就能看到這樣的美景 實在很讓人心曠神怡 這就是我們昨天住的地方 這個叫Muck Lake 所以這邊叫Muck Lake Campus Life 然後你看這邊的Feel 超級棒的 這邊算是DLC的Campus Life 一個人大概要13塊的紐幣 我們等一下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環湖的步道 如果有在這住上一晚 不妨隔天早晨可以來走走喔 聽說來回走完要三個小時 但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去Christ Town的行程 所以我們只有沾沾醬油 邊玩邊拍一下 不過才走了一小段的我們 深深的感受到這裡的清幽 好像又有一種在瑞士的感覺 人家攝影師都很帥 不知道為什麼沈澎多 就是很想怪大叔 在這邊也有一個小的馬場 也許有提供騎馬的Tour 馬在一個圈圈 馬在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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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 超級遠的 好 時間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Christ Town 要玩一個一直都很想玩的Rooch 跟Rooch tal 絲 在 是 最如是 不經歸 它已經做了 啊 是 事 rices 是 不經歸 是 是一個很像卡丁車的東西 從來上滑下 然後再坐Gondora上去 我們可以玩三次 這個行程大概要45塊而已 有幣 大概台幣1100元 在Gristown這個真的太舒服了 又涼又熱 乾乾的 下面有湖 湖的後面是山頸 去玩卡丁車了 哎呀走開啦 這有一個流浪汗 哈哈哈哈 看他每一張每一張的票 有後面的那個圖案的派遣 嗨 People 我們要到Gondora 耶 好可愛 超美的 我們現在在搭纜車 黃厚真超美的 我們要搭上去玩Go Car 從買完票之後 搭纜車上去山上 然後再排隊搭Lift到最頂端 一路上來的風景 實在是美到 太誇張了 我們現在要去採礦 采布斯勒 來吧 嗨 唉唷 而玩Rooge的票價 會跟你玩的次數有所不同 這邊就是電習區 你為什麼要選綠色帽子 因為我常常被帶領帽 來卡丘 第一次玩Rooge的時候 然後會先在新手區的路線開始玩 玩這個非常的簡單 抓住方向盤往後拉就是煞車 放鬆方向盤就會慢慢的往前 也就是完全沒煞車 然後會隨著波度越來越快 非常的刺激 第一次玩完初學者的路線之後 第二次就可以選擇比較快的路線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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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o Woo 讓我 Waa Waa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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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拖彎加速 太多顆了 大家都有看到了 這邊 起碼 後面 放淹沙 關ケ裙 還是 這些 我們玩了三次Looge 一致覺得玩三次真的太少了 推薦大家一定要買三次以上 接下來要推薦大家來到Queenstown 就一定要排這間漢堡店 Fur Burger 但我相信你只要排到買到之後 就絕對不會後悔 草地上野餐 來紐西蘭一定要吃的大漢堡 超大一個 你不要一直追著我的鏡頭 OK 今天的tour都差不多結束了 今晚我們要住看看皇后鎮這邊有店的露營區 我個人是超級喜歡這裡的喔 這是我們的什麼 這是我們的教育廳 帶大家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入住 我們每天住的都有教育廳 但今天的教育廳是處於比較溫馨的木材風格 然後他會提供一些熱水 可以給你們使用不用用煮的 還有一些沙發 然後真的做得不錯 沙發不錯喔 你怎麼可以說 anything about here 這就是這個溫水 這個溫水 這個溫水 一個有趣的男人 這個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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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是清洗 沙發的 這這個溫水 這就是這個溫水 他的工作是清洗的 然後吃的最大多東西 OK 他對很好的 你吃了很多東西 我們吃了 我們吃了 我們吃到這裡 對 站在那裡 介紹一下廁所 大家請跟我來 我們的密碼是4458 進去了 然後廁所門高級的你看 這是我們住過所有Camping site裡面 最高級的廁所 可以洗澡的 超棒的 還有設計耶 還有化妝台 哇 真的非常的豪華這次的 謝謝我們的Sky導遊 我們的那個露營車都有一些廢水需要排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裝上水管 然後把那個廢水排放在這個管子裡 我們不能隨便排放我們的廢水 因為這樣會被罰檢 所以我們都要找到一個合法的地方可以排放廢水 好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可以加水的可以喝的飲用水 這個是到露營車廁所的水 OK 我們紐西蘭的第四集 就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和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我們的下一集 那下一集 我把大家騙去全世界最高的當鞦韆 再去爬來一回7個小時的百萬美景 脫掉 脫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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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